第四集, 第四集 澹, 澳門人去哄仔 就等於我們香港人去大澳 哄仔主打, 以前是做炮掌的 炮掌葉開始釋味 產生了很多地道美食 有百多年歷史一種美食 你也不知道知道嗎 當然知道, 脆薄薄, 一片片 很濃味 是 那些叫做肉切酥 可以看和吃嗎 你可以吃, 還可以看師傅怎麼做 還不看? 其實就是一塊小餅乾 為什麼叫做肉切酥呢? 我不覺得有肉 因為這個材料裡面 肥豬肉, 肥豬肉 肥豬肉 蔥, 南乳 像我老頭子那樣嘮嘴 是 吃得南乳味多 用蝦膏也可以 現在攔開餅皮 是 把肉放上去 好 壓開了 把餡料? 壓 不要跟它齊齊 一起捲的時候分間會擠出去 包不了 擠出去 再滾平均 待會就預備捲了 現在這樣捲, 從頭到尾 要捲一捲, 是嗎? 是… 那裡又包進去 是 這樣就不會擠出來 好, 接著就推 一邊推 一邊推 真的少了 又不可以把一旁 不然就有, 那邊就不平衡 它一邊推, 一邊捲, 一邊捲 對, 要不然你推 隨時中間大肚 或凹了兩塊, 擠出來 這些純粹是經驗技術 好, 絲時遲, 絲時遲, 師傅 又做好金制了 是 不過還沒焗得, 要先雪硬 是 頂爺, 你在幹什麼? 人家說要雪硬才用機器 以前有雪櫃嗎? 做了之後, 吹到差不多 用去蒸, 沒有焗爐 蒸了之後再攤 攤到差不多, 硬一點 慢火煎 沒有焗爐 熟快煎嗎? 不是吃那麼容易 阿譚 新鮮出爐 焗了十六分鐘, 攤了幾分鐘 你等了這麼久, 快點嘗嘗 很喜歡這個味道 整個餅最中心點就是這個味道 是 所以小時候吃到這個 你覺得很濃味 是 不只是吃甜、糖、粉的味道 還有蔥、鼻豬肉 沒有豬肉的味道, 很油香 小時候不太覺得有肉 你買十粒、半粒回去送酒吧 我現在吃夠了才走 你在搞什麼? 我很喜歡吃糖心皮蛋 但又不太會選 於是買多點回來碰運氣 阿譚 我扮演師傅教你 選皮蛋, 糖、糖心很簡單 你選糖心吧? 是 你拍攝它 拍攝它 裡面好像大風一樣, 一定是糖心 你拍攝來拍攝 你拿著磚頭、石頭 不用說就是實心 沒什麼震動 你喜歡吃糖心 是 一買回來就盡快吃 如果我把它放進去融化 實心的, 你別以為它耐放 你放進去就變成鐵板 應該不用吃了 這個我有經驗 我會吃糖心的 至於我還有很多實心 有什麼辦法? 皮蛋鹹瘦肉粥 不知道是否適合你, 譚小姐 很適合心水 阿譚 是 現在做鹹瘦肉粥 鹹瘦肉粥當然是鹽 是嗎? 我先煮粥底 我先煮粥底 是, 差點忘記了 好 醃勻, 一定要粗鹽 把鹽放在這裡, 鋪底 把鹽放進去 第二塊就這樣 太厚, 切一切 讓它均勻一點 是, 你知道嗎? 小孩子一火氣上, 或者什麼… 沒有馬通 老人家就會去煮 醃好一天, 就是這樣 真的硬了 很鹹的, 我告訴你 是, 是否等於粥才能放鹹肉? 是, 大約六成 米開花… 開花 好, 即是要等開花 好 好, 像模像樣了 對 開花了 接著的步驟 放鹽 好 好 好 起碼十分鐘後 撈出一塊 用筷子撈一撈 撈一撈 鬆就可以了 好 還沒鬆就煮久一點 我想十分鐘一定可以 好 小心 好, 你撈出鹹獸肉 鹹獸肉, 等待會兒 我趁攤肉的時候 我準備一些皮蛋 這些是不整形的 不用一粒粒的 因為煮下去會融化 放下去了 放下去了, 你放下去 我剪肉了 你們的女士, 如果怕它會辣 不要緊, 用筷子刮開它 一絲絲 嚴格來說, 把豬肉煮的時候 煮粥的時候, 切短一點 撕的絲會比較小 但現在樣樣貪多貪大 是 不, 我覺得你上來吃 對, 滿粥那麼多 對, 而且吃絲會比較容易咬 對 有時候這些粥 很多時候都是給小老哥 或者老人家 有肉味 有些小孩要掛的 那些味道不肯吃 好, 生病的時候吃這些 差不多了, 是嗎 好, 你試試一下 好, 放下去 好, 煮多幾分鐘, 攪拌 一邊來, 一邊攪拌 防止那些肉會黏自己 是 鹹鹹香香的味道, 老闆 等一下, 停一停 怎樣… 這裡的肉絲 你試試味道 好 你試味道適合嗎? 適合, 蓋著火 不過始終是粥而已 有什麼? 你用這道菜就可以了 那你認為是什麼菜? 乾炒米粉 你說就做了 好 阿塔, 我幫忙發炒 我切蘿蔔絲, 你發脚蛋 因為我要煎蛋皮 我看你的材料有芽菜, 椰菜 是 九黃, 蔥 是 你在吃的是紅蘿蔔 九黃用它香 椰菜用它甜味 芽菜爽口 紅蘿蔔看得很甜 很甜的 好像吃素一樣 是 如果你真的吃素, 蛋不要 或者雞湯也不要 用水也可以 我們要好吃一點 是 米粉 記得要用冷水浸泡 不然就一坨漿糊 蛋皮, 少許油 先加油 煎蛋皮一定要小火 放蛋皮, 不要在中間 在邊上 讓它一邊走 混合 煎蛋皮, 別急 煎蛋熟 火焖了, 關小火 你看到它差不多結了 你才撥它 完成 現在打開大伯母 讓它脫乾一點 是不是很漂亮? 是 切蛋皮, 這樣切很辛苦 一開始 搭上去 前天鮮尼卷 搭著它 奇怪, 你這個真的很絲 這麼長 不是, 你再把它拾一下 它會斷的 它會斷的 很漂亮, 只是兩隻雞蛋 就變成這麼漂亮的蛋糞 對, 放油 熱鍋, 加點油 先加些芹芽的 即是比較硬的椰菜, 為什麼呢 因為… 是耐煮的, 紅蘿蔔 紅蘿蔔絲 這個也要煮久一點 是 更硬 相對, 剩下的蔥芽菜 和蛋絲就已經熟了 是 等椰菜煮軟了, 出了一點水 差不多 待會煮米粉就沒那麼容易黏 是, 現在加少許糖 不要多, 差一點 加這個 好 然後拿米粉吃飯 夠了 來, 加米粉 好 不要黏起來, 會乾身, 是嗎 是 你喜歡有味道 是 不斷熱幾個東西, 雞湯 雞湯 是否很漂亮 是 鹽 現在加點鹽了 有糖有鹽, 真是這種有味道 夠, 拿點吧, 女兒 好 很香, 漂亮 皮蛋鹹獸肉粥乾炒米粉 你真喜歡吃粥的人 不是, 要嘗嘗的 皮蛋和鹹獸肉粥 最主要是皮蛋, 鹹獸肉 用粗鹽, 要留意 鹽的時候, 可能豬肉水多 中途會有血水 是 避開它 會出一點水 不要加鹽, 照鹽就可以了 是 煲粥, 大約六成、七成 米花開了差不多一盡 放獸肉進去 中途可以找些材料, 看看散味 散了, 撈起獸肉出來 撕絲 對, 撕絲 撕好絲, 粥和皮蛋差不多 都開始融化的時候 放些肉絲進去 再滾上去 你看, 認為那時候粥夠綿 就可以吃了 是 我覺得吃到肉絲特別窩心 因為我有吃過這個粥 媽媽煮給我吃的就是用肉片 是 也說是聚火 但是我想你現在這個 比老人家小朋友都適合 簡直是愛心粥 是 好, 我又吃這個乾炒米粉了 乾炒米粉, 記住 容易出水的材料 如果米粉不放進去 熟了, 就會黏在鑊 到差不多, 你以為乾就加少許雞湯 不加水也可以 吃你的所謂乾炒米粉已經乾了 但是完全吃到口裡 不會覺得有一種乾的感覺 只是覺得是爽的感覺 老實說, 我煮這個東西很多次 不小心, 手重了, 放了水 你就一坨張湖了 一定要小心 現在你說的竅門出來 大家接著做 自然就不用做很多次都成功了 真心情, 真心轉 確診最想的 你覺得自己的 你不滾, 你不得不消 對, 做法也不一樣 既然來到西朝 看看西朝大餅怎麼做 又被你騙到了, 帶你去吧 畫得多漂亮 有大力 對, 但不要這麼大力 因為裡面有空氣 是… 畫得這麼漂亮 原因是因為它用了老種 是 但種子有幾袋那麼久 還有豬油 是 豬油令它鬆軟一點 是 再加生油 更香 更香 我們請這裡五代、六代的傳人進來 陳師傅, 兩父子 一樣有 爸爸和兒子 是… 陳師傅, 接著是怎樣 加湯、加蛋 蛋水的作用是香, 硬一點 硬一點 餅乾淨一點 為何公仔最辛苦呢? 這裡最辛苦 最辛苦 雙手吧 果然是28斤 現在要打它 是 現在的做法很多不是學會這樣做 用機器做的 他一定要盛傳 爺爺、爸爸的一定要用手 機器打得這麼漂亮 所以不香嗎?一定要用手 做完了, 不行 還要發酵一晚 發了一晚的麵糰, 再加麵粉 基本上有點膩, 現在又缺點了 是啊… 阿譚, 眼睛是尺子, 手是尺子 一搓, 多了, 撕出來 不夠, 從底部搓回它 一個, 好, 這個可以去烤 用什麼火候來烤呢? 用中度火, 八六二八七 大約十六分鐘, 正常 出爐了 好, 西朝大餅 是啊, 先嘗嘗 很冬年 是啊, 冬年回憶 為什麼叫西朝大餅呢? 冬年回憶 他做個餅這麼大 成名了, 用一個地方名叫西朝大餅 其實我只吃江蘇餅 如果西朝大餅, 我真的第一次吃 但我覺得那個食味不是相差很遠 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老婆怕老公餓死 人出門工作的時候 整個小小小小小擠在背部 怎料老公懶得令頭也不動 但是吃這一副 旁邊的也不吃, 回來, 老公就直了 對, 小學就知道 不過我當時以為那一塊是水泡餅 我吃了一條大餅, 是這樣的 大姑娘的臉, 你試試試看 丁爺, 這麼休閒在剝花生 怎麼買菜這麼淡, 怎麼不香? 淡口花生做菜做配料就好 如果鹹的, 會配的 那就是說你買花生做什麼吃? 甜博餐的譚小姐, 對嗎? 對, 不過博餐有甜, 還有鹹的 我知道, 今天做了有什麼問題? 真是勤力 今天做的就是鹹薄餐 你處理蝦米 是 我正在做肉鬆 這些是現在的, 比較矜貴 口感比較香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在搓肉鬆 明明買了肉鬆 吃起來就吃了, 又要把它搓成碎了 把粉撈起來, 比較均勻 今天我們的材料是什麼呢? 從麵粉為主 有糯米粉, 蘸米粉, 還有生粉 再加上雞蛋 這些是蔥花 有些是放韭菜, 沒所謂, 你喜歡 想當年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問媽媽有沒有東西吃 可以了, 待會兒 用麵粉開到稀稀, 放蔥花 好的, 放兩粒菜籠, 菜籠有點鹹 菜籠也有咬口 煎了, 撿起來就算了 這是當飯餐嗎? 不是飯餐, 下午 你們是3.3個 那時候… 對, 我們也是3.3 沒有3.3的, 沒有的 現在賣料了 麵粉, 糯米粉, 蘸米粉 你的麵粉是最多的 先拌勻… 是 加雞蛋, 加多一點 你看看… 你喜歡硬一點就少一點水 是不是? 肉絲, 還有… 最主要用水打開 糖鹽, 拿來吧, 麻煩你 但這是鹹薄餐 要少許放進去都可以 不, 粗口的, 全部放進去 這個鹽也要放進去 放進去, 好了 芝麻 芝麻放進去前, 要不然是香的 是, 還有香味才能出現 對, 最後加蔥 最後加蔥 你喜歡吧, 味道是嗎? 均勻了吧 是 沒有粒粒, 好 好, 這麼多油夠不夠? 差不多 收了火, 收小火, 放進去 大約兩殼左右, 別貪心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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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拌 慢慢燙 不要急, 現在是攪拌的 攪拌, 稍微放進去, 稍微放進去 看到嗎? 看到了, 是… 是不是很漂亮? 收拌一點點, 放進去 好了, 現在考牌了 我真的怕太害怕了 不用怕…已經凝固了 很漂亮, 薄餐的顏色來了 如果太乾, 稍微放一點油 總之一邊煎的時候 一邊看著它的狀態 是… 好 好, 做甜薄餐 你表演了 對, 全部都是糯米粉 沒錯, 這些是清水 是 這裡是120克, 還有120克的水 將它攪拌成一個麵糰 但這次大家覺得我很奇怪 為什麼不會有糖呢? 是 原因是你攪拌花筍 當然是攪拌花筍 你攪拌花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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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待會兒攪拌花筍 會幫甜薄餐再定型 是 定型的過程, 給它很多味道 就是眼前看到這些 椰絲、糖、烘果芝麻、花生碎 要攪拌到有銀性 而且拿起手, 又不要滑下去 不要硬到一個石頭 現在是黏的 是 再攪拌它, 它就會比較好 再攪拌 好, 做到這個狀態 對, 開始就不是黏手 是 就是小小的, 像現在這樣 所以放下去了 放…不要拌… 不拌 要推了, 推開它 是 推開它 就是這樣, 在麵團上打纏 是 很漂亮 它就開了, 是嗎? 是 就寬了 再慢慢這樣, 左右… 中間呢, 脹起… 不要讓它爆一爆就出洞了 即是一脹起, 再按一下 輕輕, 別用力氣 現在開始粉透明了 然後再加大火, 加大一點 烘得脆, 是不是很漂亮嗎? 很漂亮, 金黃色 好, 煎好了 讓我們先弄甜 花生碎 烘焗的芝麻, 椰絲 是 還有糖 四樣東西加起來都是120 跟糯米粉和水一樣, 比例 才好一點 很有趣 來, 放 好 甜薄餐, 本身薄餐沒有味道 就是後加這些東西 是, 就靠這些了 好 先看你怎麼捲 漂亮嗎? 漂亮 我只聽你切下去 你別吵人 聲音知道它脆 在哪裡?先按下去 是 一按 推… 來, 試試看 鹹鹹薄餐一起吃 我先吃鹹 童年回憶 這個質地很適合 但我平時不太喜歡吃鬆鬆軟軟的東西 它有質感, 又有鮮韌 是 你一直咬的時候, 你會發覺 有很多味道出來了 有蝦嗎? 有蔥粒 對 又有肉鬆碎 我覺得你的糖鹽也嫁得很適合 所以味道現在很好 甜薄餐 怎麼樣? 皮已經脆了 是 攪在裡面的餡料也是脆的 花生、椰絲、芝麻 脆上加脆 有一個命脈在哪裡? 你的薄餐是什麼味道都沒有的 是 用糯米粉 然後加芝麻、花生碎、椰絲碎 真的有辦法 全部都是一比一… 這樣就有這麼好的效果了 對, 而且粉糰也不要太… 但我猜不到粉糰 到這種狀態之後 就要馬上放進鍋子裡 放進去就要推 不看, 真是不明白 還有, 你說有上有撲 一撲就撲起來, 沒火爆發 沒爆發, 一撲起來就很厲害 沒錯, 由份量安排 功夫的了得 於是有這麼好的味道 還有, 加甜料的時候 你不要讓它冰了, 冰了一卷就斷 手燙燙燙燙燙的時候是最好的 燙燙燙的時候真的要靠你 不, 因為下次來了 你看, 別燙燙燙燙 下次, 總有一天, 謝謝 認識你, 真是多美食 來吧